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来介绍统计数据的概念 那么我们 我们这讲将什么数据是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上 2001年全国 31个省市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口 自然增长率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 数据我们就已经在这儿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些数据的单位是 千分之几 比如说这个数据的意思是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四 就是说每一千个人里面大约 每年人口自然增长四个人 那么统计数据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 更快更快的理解 数据的内在规律 和结构 那么比如说我把这三十个数据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 判断 就这个数据到底说明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好 那么我们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画频率分布脂肪图 那么这就是频率分布脂肪图 那么频率分布脂肪图 过名思义就是描绘了 这个这组 这组数据的分布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把数据的极值找到 那么在这儿我们取诊是从 负1 就是负0.34 一直到11 好 所以是从负1到11 那么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把它分成若干组 这儿我们一共分了11组 因此 组数是11 那么组据呢 就是1 就是负1到0是1 1到2是1 好 然后 我们把这个 然后我们再去找 有多少数据 录入每个组中 比如说从0到负1之间 我们可以看 只有一个数 就是0.304 那么从1到2之间 我们可以找 没有这样的数 接下来一个数是1.02 然后是1.07 1.87 那么1到2之间呢 有这样三个数 好 2 那我们来看 的确是平数是3 那么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5到6 4到5之间 有多少个数呢 那么 有4.86一个 4.070两个 4.9 43个 4.38 4个 好 那我们能找到四个数 好 它这儿有五个数 我们漏了哪一个 是4.020 4.860 4.070 4.940 和4.380 所以这平数就是五个 那么 这张图就帮助我们理解 这个它分布的大致情况 那大致情况就是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 一些省份 它人口资源账率比较低 大概是在 1到4之间 然后有一些省份 它的 这个人口资源账率比较高 大概到 在6到9之间 那么 这样的一张图就远远比这样零散的数据 对吧 更能帮助我们理解 它背后的故事 但是 这样的频率质方 频率分布质方图 它的信息量还是太大 而且不够精确 假如我现在只 让你用 两个数 两个数据 来描述 这一组 数据的行为 那么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数据来描述呢 那么 经过许多年统计学的研究 统计学家开发了两个指标 那一个指标呢 叫 平均数 一个指标叫 样本方差 好 那么 平均数呢 是 描绘了这个样本的一般情况 它的 就是它的中心 可以某种人认为说是 这个 这组数据的中心值在哪 那么 平 标准差呢 它描述了这个数据的理散情况 标准差 标准差越大 说明这个数据的理散程度越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 Google Doc 来 研究一下 这个 均值和样本标准差都是如何计算的 那么这儿呢 我们就列出了 所有的自然增长率 31个省自治区的增长率 那么 首先我们来算样本均值 样本均值是怎么算呢 样本均值是 对于 对于 31个省核自治区加核 可以看到这儿 我们用的是加核的公式 那么 加核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核 就是B34这个格子 就是核 就这个格子是B3 这个格子是B34 那么这个核 我们去除上 去除上 31 31就是一共有多少个数据点 那么这样就算出来这个值呢 就是5.23 那么5.23 我们再回去看 WARFAN 好 它那边的均值是5.231 那么我们相差了一位小数点 这是因为我们在 过道课里面 取了两位小数点的原因 好 有了均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求一个 叫离差的概念 那什么是离差呢 离差就是均值 减去 就是这个数 减去均值 这是4.02 这个数 那么4.02 减去5.23 这个数就是 负的1.21 那么2.5 减去5.23 就是负的2.73 这就是离差 那么我们把离差 进行平方 为什么 要平方呢 因为我们 因为对于我们而言 假设我们不考虑 这个离差的正负情况 那么我们都认为正的 你正向偏差1和负向偏差1 是相同 是完全对等的 在偏差1上是完全对等的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不用关心 它的正负号 我们只能关心它的距离 因此我们就把它平方 那么就平方就得到了离差平方 然后我们把离差平方求和 就得到了离差平方和 然后我们再把离差平方和 这大家注意 我们是要把离差平方和 我们要把离差平方和 第三次 我们这时候不再除以 样本的样本数 第样本里面的数据数 而是除以样本里面数据数 减1 这是比较诡异的一件事 我们就需要做是31 减1 那么这个数是7.40 那么一般我们会使用标准差的原因 是因为假设我们有单位的话 对吧 那么这个单位是千分之四 平方以后 它的单位就是1百万分之一 那么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对于离差程度的刻画 也使用同样的单位刻度 因此我们将这个数开平方 我们就得到了 2.72 也就是它的样本标准差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一般就可以用 样本均值和样本标准差 来刻画这个数据的中心程度和离差程度 好谢谢